这一台是K3S的体温机 让大家看一下它的外观 它的电力的使用方式呢 有三种 一种是这边可以配合它的USB线做供电 或者是后面呢 这边可以装充电型的电池 或者是用装三颗一般的非减性电池做使用 那我先用一般电池来测试给大家看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挂钩 它要提供挂钩或者是涂钉 大家可以从后面用挂的 或者是下面这边可以搭配体温计的脚架做使用 那我们就按一下开机 给大家看一下 16.5度体温正常 请佩戴口罩 那这是它的测体温的反应 然后大家看一下这边 它现在呈现一条平温的线 我们就可以做调整了 按一下这边 测试华氏的调整 那再按一下 按一下电源它就会回来了 然后再换这边 出现冷之后呢 它就变成即次数不是体温了 这样子即次数 那再长按一次这边左边的键 它就会归零 那再按一次就会回到测体温的模式 那我们再来是模式这边轻按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之前量的体温 可以最多达到50个记录 然后再来回到原来的模式之后 模式键长按 它就可以调整音量 静音12345 那这就是它的功能的部分 那这是K3S给大家参考一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